然後貼一塊壓克力 然後把它做的很像是爪不踢 然後上面我這邊就會做一些輕軌或是軌道 然後或者是我就是用木板做一個類似捷運 然後玻璃的部分就全部用壓克力 就是看得到裡面再求一個 那它就會是一個有故事性的 對 尤其是假如說你們這邊又剛好是有什麼輕軌或什麼 那你就結合這邊的話 然後評審就會覺得 喔 大家都是馬路論 但是只有你是有故事性 或是你有主題性 所以 通常我們是這樣 先搶主題 然後怎麼樣把主題融到這個作品裡面 那真的會是一個比賽上我們講的特色 這蠻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在帶比賽的時候 對 很多人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我的同學常常得名 是不是內定我都不是啊 因為 我就是比賽出來的嘛 所以 行者喜歡看的東西我大概 那我現在